3月25日,美国总统拜登召开了其就任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 正如外界预期,拜登宣布了新的升级版新冠疫苗接种目标 在取旅新的头100天内,美国要完成2亿只疫苗注射 同时,几乎一半的K28学校全面开放 他还表示,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底增速为6% 美国需要投资科学技术、电子计算和医疗研究领域 下一项主要议题是重建基础设施 将在匹茨堡行程中宣布Build Back Better计划 对于移民和边境问题,拜登表示 绝不允许任何无办未成年非法移民在美国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 此外,他也宣布2024年与副总统贺锦丽并肩挑战连任的计划 加州公共卫生局25日宣布 4月1日开始,所有50岁及以上的加州人都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 4月15日开始,所有16岁及以上的人都将获得资格 加州公共卫生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州卫生官员预计疫苗剂量供应将在未来几周内显著增加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5日表示 随着经济的好转,将逐步减少所购买的 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数量 并在经济几乎完全恢复之时撤回在紧急时期提供的支持 而就在此后不久,美国公布了其经济数据 去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年化环比中值升4.3% 至3月20日当周,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68.4万人 这两个指标都要好于预期 在这些数据公布之后,美元也开始上涨 全球最大的两架集装箱航运公司表示 他们正考虑派遣货轮绕到非洲已避开堵塞的苏伊士运河 绕到南非好望角意味着整个航程要增加6000英里 对于一艘从中东往欧洲的超大型邮轮而言 燃油成本将增加30万美元左右 到目前为止,拖船和挖掘机一直未能让巨轮长次号拖浅 一些专家认为该危机可能持续数天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已暂时终置了交通 3月24日,瑞典服装品牌H&M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不与新疆工厂合作,拒用新疆棉花 事件25日在中国引发抵制浪潮 此事还波及更多中国消费者熟悉的品牌 例如耐克,阿迪达斯,New Balance等 中国外交部、商务部已作出强烈回应 淘宝、天猫等电商平台开始下架H&M商品 不少演员也都纷纷宣布终止与有关品牌的合作关系 H&M随后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表示 集团是通过全球认证的第三方来采购更可持续的棉花 目的是支持世界各地的棉农 采取更可持续的种植方式来种植棉花 并不直接从任何供应商处采购棉花 又指集团并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 同时一如既往地尊重中国消费者 致力于在中国的长期投入与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